所以诸也许听说过 古人的局效林 局是选举 谁来担任选举呢 地方官员 就是县市长 他在这个治理这个区域 这个县市 要尝尝 去采访 采访上穿着便衣 古时候没照片 官是什么样子 没见过 他穿上普通货装 你不认识他 他大街小巷去穿梭 去打听 这个地方有没有孝子 有孝子 他会去访问 跟这个小子做朋友 然后看他是不是连接 给他一些财务 看他肯不肯要 符合这两个条件 然后看他读书 书读得不错 这样子 许愿报到上面 许愿把他做修材 所以国家来考选 参加考试 这些选修材 基本条件小脸 选出来之后 国家就有工资给他 他不要做任何工作 国家来养他 在那个时候 是用米 食物 大概差不多有八九十代米 你养家足够了 你吃不完那就买些 养家足够了 所以他不需要工作 专心读书 参加考试 现考修材 神考举人 中央考试就近试 大概考到举人 就有当宪章的资格 考到近试 那个地位就很高了 差不多像现在讲的市长 中国现在的市比先大 就是市长的资格 所以 国家公务人员 是从私塾里面 选出来的 让他参加考试 国家的考选 这是人从中央培养的 国家办的有学校 有县许 神有办许 中央办的叫 国自建 统统是培养 这个政治上的管理人才 这个制度好啊 差不多用了两千年 没有改变 现在变了 现在没有了 老的制度 真有他的长处 请不吝点